一個小時 開會 鄭麗葉議員、黃紹婷議員、李雅敬議員、錢梅堅議員 聯合執行一個小時60分鐘 請發言 這個民政小組的質詢 我想 東哥路一直是我們高雄市這幾年來 很嚴重一個市場的問題 不只是說 現在一定慢慢做成我們很多市民朋友 心中的驚訝 尊於 因為東哥路希望是幾十位 103年 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因為 103年之前 我們高雄市 因為這個天高 王生希望的 加起來不至幾十 103年一定有20位 死亡 去年104年 到達112位死亡 所以 我們也希望 我們市政府對這個東哥路 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 我請問一下張局長 我們民政局在 市政府所謂的 東哥路的 小組裡面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局長您請簡單回答 我們扮演副執行長的角色 副執行長 執行長是我們衛生局長 所以你是副執行長 包括我們的環保局長 所以衛生環保民政 這三個局 可以說是我們隔庸期防止登格樂火車頭 但是 我們認為民政局更加重要 因為 我們就在第一線 局長 你知不知道我們去年高雄市一共幾個病例 大概 將近兩萬個 將近兩萬個 最嚴重的是哪一區 其實我們大概是三明區是最嚴重的 三明區最嚴重 三明區長有沒有在現場 區長有沒有在現場 三明區 區長 有在現場嗎 還沒進來 我們時間是不是暫停 來 區長 請問一下你 到任多久 請那個區長到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兩個月二十天 你從哪個區轉來 大寮區 大寮喔 是 那上面區去年幾個案例你知不知道 4600多個 那去年大寮幾個案例 大寮兩百六十幾個吧 大寮是 去年跟前年 是 前年呢 四百多個 四百年吧 所以你是因為 登革六有功轉三明區 是這個意思嗎 來你請坐 局長 今年喔 根據我的資訊 我們的陳副市長啊 已經把我們地方防治登革六的重責大任 我們 為這一局的很多任務都交代我們民政局來 是不是這樣子 局長你簡單答覆 我想其實不是將很多的責任交到民政局 而是我們各自有一些重新的分工跟做一些調整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民政局 今年最大的責任的改變在哪裡 我們最大責任的改變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我們的理跟我們的靈 然後再來我們用一個支檢的方式 不再像過去我們是一個強制噴藥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用一個社區鄰里 然後啟動做一個支檢的概念 然後去消滅這個病美穩的資深 我們社區不是每年都一直在進行嗎 我請教你什麼叫做自主防治工作計畫 所謂的自主防治 是不是今年要推動一個計畫 對 我們在過去可能就是我們用一個強制噴藥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只要你們家或者說這個社區裡面 有這個人罹患這個登革熱 然後我們就會在50公尺 然後我們用很多的噴藥 用很多的這些消滅的這個噴藥的一個方式 化學的方式 但是我們今年所取代的就是我們希望 用一個自主的一個概念 從靈里我們自我自己就開始做起 然後我們從資深穩的資 美穩的資深裡面 我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局長那我們去以前都沒有 靈里都沒有在 都沒有在主動在做這些防疫嗎 以前沒有嗎 以前是比較多是噴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過去 我們買了很多的這個這個油 然後里長共同來配合 或者說社區志工來 所以你意思是說 今年開始沒有要噴藥 我們降低我們噴藥的一個方式 然後我們對我們 比如說罹患的家裡有這樣罹患登革熱 我們就用壓灌的方式 這個局長你這個回答我很擔心 是 我們 去年已經比前年增加 前年是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例 去年將近兩萬例 然後去年 根據本席得到的資料 雖然噴藥噴的每個民眾 鯨不靈 但是至少是還不錯的防治方法 結果你今年居然跟我們大家說 今年喔 盡量不要噴藥 我不是說一定要噴藥 而是我聽不到我們民政局 到底有什麼 比較更好的方法 我們在整個裡面 我們除了像我們會 傾訴我們的烏厚溝 然後把我們的環境整潔 然後我們去一個 這個在 這也是我們在跟新加坡取經的一個概念 以杜絕資深園 作為我們這一次 今年的概念 來舉張請問一下 你知道登革熱的這些 病霉紋啊 是生長在哪裡 斑紋就是生長在那個水裡面 乾淨的 絕絕的部分 乾淨的水你剛有提到 很聰明 烏厚溝的水通常是什麼水 我想喔 這其實 直接回答我 烏厚溝的水是什麼水 都有 乾淨的也有 那骯髒的也有 那我跟你說齁 烏厚溝的水通常都是髒的水 除非 除非 我們水利局污水下水道已經做了 它才是乾淨的水 好 乾淨的水 烏水下水道哪幾個區有做了 烏水下水道有哪幾個區 有哪幾個區已經做了 其實我們目前齁 截至那個烏水下水道齁 我們現在的普及率已經達到37.39 你朋友說這個37點多大家都知道 對 你不知道我跟你說 各區裡面只有應該 收工的區長有在 嗯 收工的區長在哪裡 區長 整個11區裡面 我來講 11區裡面 存你們這區 還沒做烏水下水道對不對 你們去年 請出多少錢去做烏厚溝 請你烏厚溝你們做 你們請出多少錢 謝謝主席 跟議員報告 去年的部分用回饋金 我們花了250萬 將近278萬 27幾萬 是用回饋金去清輸烏厚溝 另外還有民政局有給去公署 我們再請一次 阿蘇你們到底是做多少 你有多少錢 我沒聽到 民進叫給你們多少 330萬 局長 是 收工齁 要做因為收工齁 他去年齁 比前年還嚴重 900幾顆 他做我們運動 齁 雖然他的烏厚溝的水是 泰格水 比較不可能 有泰格水的浪塘 但是 為了大家的環境衛生 為了大家的健康 希望他這樣做 我們運動 我們 其他11區都有 其他10區都有 其他10區都有 來對著我們 風順的部分 局長有在 我們英當 我們去年齁 比前年的 泰格水的案例 還要多 我們去年有在 民政局 有報警委員會做 如何說 我們 跟中央 有請出 請出 800幾萬 800幾萬 對 800幾萬 先跟我們局長 認同一下 局長 對著不管是 請烏厚溝也好 還是噴尿也好 都跟我們 區公所親自 都這樣 每個都對著 你先坐 局長你先坐 局長 我要跟你說的是 浪塘 在泰格水裡面 登革月的浪塘 在泰格水裡面 現在還不能生存 還不能生存 你知道嗎 我們在去年的 烏厚溝的親書裡面 裡面居然出現了一個 林圓 林圓區長在哪裡 你們去年的登革月案例 有多少 區長 林圓區的區長 時間是不是先暫停 等區長進來 好時間暫停 跟那個議員報告 那個林圓區的區長 有王耀裕議員 然後請 邀請他去做會看的動作 那區長沒來就是 局長要回答 去年林圓 登革月案例集中 時間繼續 80例 80例 好 再請教一下 大寮登革月的案例有幾例 剛剛有說 兩百多例去年 好 哪一個比較嚴重 兩百多例 還是 80例嚴重 80對不對 那為什麼 林圓一戶 沒有啊 大寮區公所一戶都沒有生存到 沒有去做到烏厚溝的親書 為什麼林圓可以生存百多萬 我跟那個議員報告一下 齁 在 林圓的那個 烏厚溝的那個狀況跟情形 林圓厚溝我們的座員 頭幾戶的座員 他精出一百萬而已 為什麼林圓要做 林圓要做 林圓的水基本上 都是海水啊 因為那個有的有海水 啊有的是 泰國水 他的有水下水都沒有做 為什麼他要精出 百四萬在那裡做 你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跟議員報告齁 那還在我們座員的喔 在我們嚴重座的三年座 說 前面相當都很興奮 那這個座員的錢齁 我們是跟中央去爭取經費 然後 然後 然後中 不是中央經費 他是接下來 他來進行這個 核定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為什麼你們會寫林圓 我們都有報上去 然後又把實際的狀況 而且林圓的部分 他就是 林圓的量子比較大的 你沒有了解 你沒有了解情形 你們沒有全部報 你們只報這張位而已 他比較準 你們報這張位而已 這中央幾座 13座 38座裡面 這有13座有做 有1座 最莫名其妙 就是林圓座 你說現在 沒有這麼嚴重 為了大家 環境衛生都做 我們來贊同 問題是 有100座 有三四百六 的登革熱案 你嚴重到 我們去年有交叉 我們剛剛有第一行第二行 你所謂那邊沒行 為那邊先做 大寮 大寮 共産交情 完全都沒做 你有兩項錢 做林圓座 局長 我相信齁 你可能沒有邀逸在這裡 因為你有很多事情 要不可以 你可能覺得說 都在授權給我們客廳 但是 我們如果是 不之不義 我們經營到 就可以報告到 有先叫 好方報告 還要報告到 你花百四萬去做一個 不是很嚴重 很相關 很相關 沒有跟登革會很相關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很浪費 這個議員這樣解釋 我們說明一下 齁 不見得完全是這樣 其實因為 人家有認真在做 所以那個病治有 大寮沒有認真在做 鳥爽沒有認真在做 大寮沒有認真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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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寮計畫 我們十三局都罷 因為環保局 衛生局 一直提到 一直提到人物 一直提到大寮 因為 這邊 工作人數 人口數很多 那有工業區 然後 人來人往 會這樣拚不 會 野真要義的是這個 你敢聽到的意思 但林園那邊 因為案例數 少 相對的他危險性 也相對的低 可是你看 人物也好 大社也好 大寮也好 欸 那工業區裡面有多少人 那裡有風山 前庭 小港 那裡有南馬圈 那裡有對對對 那裡都在那裡工作 究竟那裡的地方 最近都會 都會 都會搖壞到的 你們沒有做 你們做的做林園區 還有 你說你們今年 盡量沒辦法破壞了 你敢知道 你們去年 搬多少醫生去買 買那個 東格瑞的相關用具 你 那個什麼 四行程 單什麼七天 就買三百二十座 你們搬去哪裡 我知道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為我的家 各行各業下去做 買這些東西 是要請誰來賠藥 跟資源報告 我們買的這三百多部 全部都是分給我們的區公所 然後每個里長 或者是我們社區發展協會 跟志工 每個人都可以來 來借用 然後 我們還提供藥品 包括我們的這些 漂白水相關的 像我們鳳梢 也很多 我們里長都來借用 然後我們就到社區裡面 由我們的志工自己來奔 所以去年才會有志工會覺得說 其實他們在噴噴的 整個社區裡面 會覺得說 比較不一樣 比較乾淨 這個我們都是發給 社區不是委外人力 這個其實都要上課的 不是上一來五個的 對這個議員報告 真的錯了 你們有上過 你們有上過 環境用藥的課程 我們還辦了好幾題的課程 你們不落實 你讓他們去噴藥 其實很危險 你明明有這樣的預算 你為什麼不要 為給專業人 你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 然後買 我跟妳說 妳一定會在地下 藏口 做溝動 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邊都有借用的 那個相關的資料 機長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是 我也不傻傻 你去年買這麼多機構 要噴藥 你今年跟我們議員說 今年的策略是 盡量不要噴藥 你說今年的策略 這幾年又不一樣 跟那個 議員報告的相關 你給我問完 好 我們民政局 齁 我再請教你就好 你今年又有 要把中央提示 要辦 有好過的清理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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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會再提出聲明 你如果說今年的我幫你打槍 他剛才 亞金英雄的跟你說 你要擔頭 登革熱的 傳染的斑穩的決決 要生在乾淨的 不流動的水上面 你給我講 我們市民朋友的烏火鍋 對一條是乾淨不流動的水 你給我講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乾淨不流動 根本就沒有清潔問題 你在少什麼少 我在說你投資 局長 中央補助是中央錢 不對喔 但是這兩千萬 用去白鴨的房子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兩千萬 本來每年去掃掃的 這叫環境清潔 這個不叫做在預防登革熱 局長 你會去好好檢討看看 看要不要再爭取這個烏火鍋的錢 第二個 我們每一個區 編列的登革熱房子經費多少 來局長 來局長你簡單答覆 我們現在是一個里 有剩下就十萬塊 然後根據每個地方的大小不同 每個里都十萬塊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去年 我們今年這筆錢 一共編了多少錢 我們的 我們的 我的印象中 在里的部分 就已經八千九百多萬 八千九百多萬 八千九百多萬 應該是有編 區的部分 也有編列 我想是原高雄 高雄市啦 加鳳山嘛 其他的 大部分在 偏遠的區都沒有編這一筆錢嘛 還是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又是大放送嘛 現在隔陽企業醫生喔 我分了那麼多預算書 只有民政局的預算在增加 就是你這筆費用 其實你今年沒有編這個八千多萬之前喔 你們以前就有登格樂的經費啦 局長你知不知道 那時候是大概是二十萬 但是我們這幾年 我們就是港內存十萬塊 來我們這邊哪一個區長做最久 那個 我請教一下那個 呃 山明區是從大寮轉來的嘛 是 那個 那個區長 我請教你 你們以前登格樂房子計畫一個 一個 一個區邊多少錢 大寮邊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以前邊去年邊多少錢 你請坐 一萬六千八 是 是不是 局長你不知道 局長你不知道 你要再打 你要再打報告 以前都是 高雄縣邊 一萬六千八 高雄市呢 我請教一下我們那個 美里八千四啦 蛤 高風險區啊 沒一個里 高風險區八千四 高風險區 什麼叫高風險區啊 請教一下 人武是不是高風險區 是 是 是還是不是 是 人武是 人武是 高風險區 是 鳳山 大寮是不是高風險區 大寮不是 大寮你知不知道 去年 發生幾個案例 那個大寮區長有沒有來 區長你們去年發生幾個案例 兩百六十幾個案例 請問一下局長 兩百六十幾個 你們去年那個邊多少錢 登格樂房子多少錢 一萬六千八啊 一萬六千八啊 你請坐 你們沒有那個一里八千四的 對不對 局長 局長沒有錯吧 局長啊 你登格樂的預算要好好再檢討 有的區 邊一萬六千八 有的區 一個里就邊八千四 你跟我說重點區 哪有大四人差要多的 然後錢還亂用 你跟我說一粒買 十萬塊 來十萬塊 你們花十萬塊的金費怎麼花來 局長你簡單答覆 這十萬塊的金費是給里長 然後他們可以做登格樂的房子 登格樂的宣導 給里長做登格樂的房子 然後各位可以做他們的 譬如說他們買醜鹽 或者是買相關的這些的 漂白用 那個那個 用藥用具 啊 平時 我們這製工處理 一些秋頭 一些消耗品的部分 都可以用這一個錢去 購置 包括像去年 也買了很多那個粗鹽 再投放在那個水溝裡面 這些都可以用這些錢來 來 你從頭到尾我都說粗鹽 他拚賣水而已 我怕他當個樂觀 秋頭是 環境保持髒亂 而且這個都里長可以決定嗎 局長 這十萬塊 里長可以決定嗎 可以啊 還是區長就決定了 里長就可以啊 里長就可以啊 里長可以嗎 里長可以啊 可以決定 請教一下 我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新興區區區長在不在 區長請問一下 你們這十萬塊怎麼用 呃 報告那個議員齁 那十萬塊我們 區公所這邊 根據里長的建議 我們可以 剛才 局長講的買粗鹽漂白水 那是這樣 那是不是喔 你好好我講 你老實我講喔 沒有我們再問他 好 你講一下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準備這個錢怎麼發 好 呃就是除了剛才講的以外 那平常里長如果有申請的 我們就依照他的需求來買 區長你請坐好了齁 那個 我聽到的是齁 我們新興區 準備一個里要發250個勾蓋 來 區長你有沒有聽說啊 喔 那個 沒有沒有 這個也是里長提出申請 然後我們會統一去購製 那個是橡皮 橡皮 橡皮店 橡皮店 你認為橡皮店這個對登格樂防治有 幫助嗎 嗯 呃會嘗試里長提出的各種方式 來妳請坐齁 謝謝 局長 我覺得妳現在十萬塊齁齁 聽起來 沒有一個花錢的一個 方向 到底有沒有辦法好好的 來對登格樂防治齁齁 我們非常擔心啊 八千多萬這個預算編下去 你 豐山區 你要請教豐山區區長 來啦 我是覺得齁 那個豐山區區長 你們那十萬塊準備怎麼用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這十萬塊齁 我都是這樣齁 由里長提出需求 他們說 他們如果要抽到晚 或是要撲賣水 甚至說他們要辦 這個夜間的說明會 那個燈格樂的說明會 他們可以買一些 這個餐盒或是一些 用品給他們 甚至 他們要買那個打掃用具 也可以 像他們要 噴出來的蝶子 掃手 或是手套 或是鴨子 都可以 這是十萬塊 謝謝 所以局長你都聽到了 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偷這個開 燈格樂需要 對 對訪沒有錯 但是你們的專業在哪裡 你們到底要怎麼去防治 單紋決決的生長 齁 我現在聽到的齁 有的區長 十萬塊自己拿起來 自己決定要怎麼用 有的區長是 十萬塊裡面百幾萬都給里長 其他他決定要怎麼用 我聽到很多里長在歡迎 你跟我說里長在決定 叫長啊 你沒有明察秋毫 好不好 那如果是要做這個水溝蓋啊 我跟你說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現在環保局在噴藥 就是從水溝的洞 下去噴藥的對不對 你蓋了水溝蓋 我問你怎麼噴藥 第二點 現在雨季要到了 要下雨了 我問你下雨之後 你還要在那邊搬水溝蓋嗎 還是你要做水災 局長 你今年喔 多編了八千多萬 你要做登革樂的房子 去年補辦了四千多萬喔 這一億多的錢 我希望你好好運用 齁 是 你這十萬塊到底 每一個里要怎麼用 你跟各個區長 好好的研究清楚 跟衛生局相關單位 登革樂的專家搞清楚 我們不是要做環境大整潔啊 局長 來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我們會遵照議員所提醒的 那我們去注意 局長我覺得你這樣回答喔 太知識太關槍關掉了喔 我相信你應該也知道各區喔 各區的區長喔 跟各里的里長喔 是不同調的喔 他們買他們便宜形式 可以買的東西 去里長要用的真的是貼 你貼近我們食物面的 你們完全毫無 就是沒有無動於衷啊 我舉個例喔 現在他說 蓋那個沙網 水溝蓋蓋沙網 換水溝蓋 我聽說 水溝蓋上面不是有一坑一坑 他去買那種那 可以放進去那種那 方便嗎 不方便 安全嗎 不安全 反而會有人不小心踩下去 掉下去 就是陷下去 那錢開對著 也是開這條 10萬塊喔 是要讓你長有時候喔 不管是對著燈隔熱喔 還是你來的工作喔 來在使用的 原生的用意是這樣 結果你們三個 變成是 區長的三個 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說要責任啦 一個禮一包 那一包甚至十包能夠 原本就是不夠的東西 有時候齁 你們的用意是好 但是真的做的齁 黑白開啦 就像現在少廷議員說的 兩相開黑白開 你說一個禮齁 10萬 你不知道洪山幾個禮 七十幾個 七十幾個 七十六個禮 所以你當這筆 這筆他算要變多少 七百六十萬對不對 是 今天都你比較便 六百萬 六百萬 六百過八萬塊 啊 要怎麼開 燒爬嗎 我覺得齁 立場比我們更正確 更知道說 我們你來 需要 需要對 要倒退堂 要倒營到的 要去倒建設的 你去跟它說 只能夠脫背水 買醋鹽 要賣燉整處境 是有露營而已 啊 你如果說齁 買那個露營的規矩齁 我們把錢欠缺的看 是要去水 要來用 造這種 六米爐也好 測膏也好 那也比較舒適 再來齁 本性齁 用每一段時間 貪你探討 一個問題喔 你第一 我之前有問過了 各區公所都有一個婦女參與婦餐的部分 這個到底是要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促進性別平等 性別友善 這跟社會共是有關的 你們這些人怎麼來的 裡面的成員怎麼來的 我們每一個婦餐的委員都是有地方 然後我們來推舉地方 什麼人來推舉的 怎麼才說 譬如說我們社區 我們才有社會 有專業的金融 還是學者 專業的金融 我告訴你 你給我的名字裡面 有幾個是學者 三分之一一雙都不是學者 看這個金融 他也不是社團的負責人 肉身地方大家都比我們更慰心 大家都比我們更慰心 就像把我們做一個登革好家的就好了 如果不是有那個情 他可能出來把我們做二天 你怎麼不去騙請他 你告訴我請的名字到哪裡來的 請的名字到哪裡來的 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我們會議心要來推薦 我們會了解說這個 這個人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這個 這顆 負餐這幾乎多少錢 你那幾乎多少錢 你知道嗎 整年頭我們看不見你們在做什麼工作 你怎麼在做的工作 你拿來負餐做真的有在做嗎 我們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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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社會經要做的工作 你怎麼拿來負餐在做 重複性浪費嘛 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可以不用的東西啊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社會經我們有一個負 我們有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 我們有姓評會 那姓評會 那姓評會也跟我們有姓評小組 那姓評小組裡面 我們又分八個州 然後八個州裡面 它有各自的分工 我知道 然後其中有一個 我的重點是我們各區公司 這個負餐 我們公司在哪裡有負餐嗎 有啊有啊 團本共沒有 跟議員報告 我們今年就是以負餐 然後檢視我們的社區裡面的友善空間 其實我們的負餐裡面 他參與在我們的那個友善空間 出席率多高 出席率多高 給本席一份資料 好 可以嗎 你們去做去年度去做哪些 我只要去年度就好沒關係 去年度做了什麼事情 出席率多高 你這些人任期制是多少 怎麼去聘任 那由誰來聘任 給本席資料 可以嗎 好沒問題 多久時間 一個禮拜 要這麼久 好啦 因為我要的是三十八區 一個禮拜 可以嗎 一個禮拜 好 時間交給我們甄莉院議員 好謝謝 局長 我們大家的理 我都會去參加我們的理長 是 為了登革熱 辦這個座堂會 是 我剛才去看著 不是看過大店 看到了 看著看著 就是 差不多理長的幹部 就是理長 這個 呃 理長 資工跟這個 那個 都是這個人 就是 對 是 跟他們相對 我相信 可能理長的用意才好 就是我會讓這些人 林長去做宣導 但是甚少人說我會去做宣導 直接在那裡聽 教授由林長出講的 我覺得 也講不出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我覺得錢 都來自百姓的辛苦錢 我們每一個錢 都要用在島口上 用你真正有需要 所以你說 我們在辦這個座堂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辦之後 我們下一梯次 我們是另外是用林去分配 多舉辦 讓大家都清楚 都了解 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這個登革熱 不要到最後 我們高雄市老是站在這個 登革熱的第一名 我覺得 引起城市在第一名 那如果是登革熱 我想不要 很多人 我們常常在公寄的場合 碰到的是什麼 因為登革熱而死的 甚至有一些年輕的三四十歲 也都死於登革熱 我們看到很心疼啊 那麼年輕 她的人生才開始而已 那已經因為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把登革熱消滅到最低 讓他死掉 這個是誰的罪啊 無形的 無形的什麼 台西人耶 所以啊 我希望齁 我們的錢花在刀口上齁 局長 本希請教你一下齁 在去年我們高雄市政府 用了一個滿匪夷所思的政策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們之後會不會繼續做 你們去年是不是還引了海水 是 那成效如何 可能相關的成效 呃 我再跟那個 當時有 整體的案例數有沒有下降 沒有嘛 對不對 哪一個 登革熱的案例啊 當然如果以全高雄市的 以全高雄市的案例 跟前年相比較 當然它在增加是增加 但是其實我從相關的一些paper 還有像當時引進的這些資料去看 其實在國際上對於這個引海水 因為其實海水的嚴度是夠顯的 那對於這些決決的話 它其實是能夠有效的去 所以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在引海水的量沒有辦法 大到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多啦 所以局長 如果照你所講引海水有用 那你今年繼續做嗎 那但是齁 我們其實在整個登革熱房子工作上面 今年有沒有要再引海水 是有分工的 今年還有沒有要引海水 而且高雄市政府 因為你剛剛也說你是一個 這個會由環保局來進行評估 所以他們今年會不會 這個有環保局評估啦 那你們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你們市集的防疫單位 你有沒有聽他們說要不要做 目前是還沒有聽到啦 那所以啊 你們的 我當然這不能苛責你 這是環保局的業務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市政會議當中 你們在去年標榜說你們引海水 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登革熱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登革熱的案例數 反而又增加 那局長剛剛又說 引海水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登革熱的案例 因為你引用說有國外的一些數據 但是我們又看到你們今年 如果你們真的認為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為什麼今年你們又不做了 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剛才把登革熱的房子 好像都放在水溝上面 但事實上在登革熱的房子 它其實並不是在我們的所謂的 清屋後溝、清水溝、清排水溝 其實更多的蚊子的資深 可能是我們的資深圓 可能我們的陽性容器 在我們一些市內也好 或者說我們屋外的一些瓶瓶罐罐 其實我們跟很多的在相關局處發現 很多的市民朋友其實是瓶瓶罐罐 或者說很多的這些雜物 積水 一積水可能蚊子就慘解決在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溝渠的房子 只是登革熱的房子 那局長 局長如果你剛剛的說法是說 可能是民眾他的居家管理沒有做好 你剛剛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他家裡面堆了一些平民罐罐 不分的民眾可能平民罐罐 所以我們才會強制陽性容器的資件 那麼為什麼又要編兩千多萬來清 吳厚溝呢 你們這樣的說法是不是有點矛盾 那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因為沃厚溝它也可能是一個會 自身解決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在整個系統上面 我們就會覺得其實 把沃厚溝清洗乾淨 這對市場來講也是一個很好的 局長因為我們為什麼特別 國民黨團這次要特別針對局長你們來 還有各位區長來討論這個登革熱問題 因為登革熱是我們高雄人的痛啊 我們非常希望說趕快用各種的方法要降低這個登革熱 另外一個問題我要 所以但是我從剛剛聽起來你們的方法 每年都在試每年都在試 老師拿高雄市民的健康在當實驗 這個是不對的你們必須要去檢討 另外本期要問一下我們的古山區長 區長你知道在103年的時候 我們的登革熱案例有幾件嗎 來因為時間有限喔 盡快答覆 103也是732 732 那麼在104年幾件 11378 13 780 左右啦 我們掉到的數字是那個環保局給我們的是1380的數字 增加了兩倍 而且你知道嗎 在今年 綠川裡 又發生了第一個 本土性的登革熱的案例 然後你知道嗎 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的綠川裡就已經有發生過類似的這樣的一個登革熱的這樣的病例了 所以你們在古山區到底有沒有把一巴生 登革熱這樣的一個地點把它篩選出來 你們要加強的去做宣導 來你說明一下 時間有限很簡單說明 好謝謝 謝謝陳議員 事實上對不對 這整個一個登革熱的資深園 最主要是我們宣導李明 前逐資深園 這是防止登革熱最好的一個方法 這是民政局 他特別針對這個陽性點 資深陽性點的時候 我們現在請李林長去把它發掘出來 而且我們每個禮拜 一定要叫每個林長 去做整個一個登革熱會產生的陽性點 去做一個巡查 如果積水的話就把它倒掉 積水容器就把它清除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做一個統計 這個目前 區長你要弱時做到 但是你們不要只有給老百姓開單 你們要先去輔導 如何讓他們能夠清除這些資深園 要去做輔導 不是只有開單 好謝謝請坐 來接下來我們把錢交給陳議員 局長 好 局長 我們現在是民政局 你那個電子晚年你知道 我一直在質詢 質詢文明政局的時候 常常提到這個電子晚年 希望你們能夠提早完成 那我不曉得現在的市立殯儀館 就是第一殯儀館 你們完成的電子晚年沒有 那第二殯儀館還有其他的婚館 現在設置這個電子晚年 結果怎麼樣 你能不能先回答一下 好跟陳議員做個回覆 這個在這個議題在上個會期 陳議員就一直非常關心用心 在關心我們的電子晚年 那在這邊也跟議員做個報告 我們一邊的部分已經全部都已經完成電子晚年 那已經就全部在進行試用 那也很高興看到我們高雄市議會 也很多民意代表 都已經開始用這個電子晚年 來做我們的這個釣商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在我們第一殯儀館的部分 我們已經全部都完成 那因為第二殯儀館已經完成 我們現在開始著手在規劃 跟執行第二殯儀館 那我們也希望也能夠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們將六月 我們要提早 可能會在六月就全數來完成 那我們全高雄市我們的公立兵儀館 就可以完成 達成我們的電子晚年的全面執行 好 這個第一兵儀館已經完成了電子晚年 我在這裡跟你 呃 我們在一月三十號 三十一號就 幫你學六啦 幫你學六啦 因為齁 你用了你的 你的什麼錢出來出來 用 用我們自己的賽車錢 賽車錢 那個叫做 那個基建的費用 基建的費用 基建 基建 基層建設的經費去做這個電子晚年 很快啦齁 是 否則的話這個已經延了很久了 每一次跟處長在質詢的時候 就一言再言一言再言齁 那你來當民政局長以後齁 呃 對你的魄力齁還是要讚賞你啦齁 謝謝 但是 但是 這個電子晚年已經完成了 到底使用的紀例到哪裡 那我跟議員做個報告齁 我們截止在近 你有沒有落實啊 我們已經算過已經有兩 四萬多 就從完成到現在 大概已經有四萬兩千多筆在使用 四萬兩千幾筆啊 問題 已經使用電子晚年了 我看到了還有很多都是 白布條的一個晚年存在 這個當然是民主的行為 我們當初的用意在哪裡 是 我們當初的用意就是 希望有電子晚年之後啊 我們那個白布條的晚年能夠 結局 就是說我們沒有啊 是 對不對我用電子晚年 然後那個白布條就不用再給它燒 製造什麼 製造空氣汙染 這是我們最重要 要你們快一點 把電子晚年弄好的一個 最大最大的一個原因 這個我們齁跟議員報告 這個當然我們完成了 所有的電子晚年的設置 但是齁其實 你們有要去推廣 你們有要去推廣 你們有要去推廣的一個動作 你們有要推廣我們怎麼會有四萬多筆 四萬兩千多筆 不是我覺得他們啊 雖然還是還是那麼多的 白布條的晚年 那你覺得要燒掉多少 那男生的空氣汙染有多大 我們會追廣 因為有一些的相關的市民朋友 他們因為他們那些習慣要推這個晚年 其實我們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電子晚年 所以我相信我們議會的這些議員 還有我們相關的局處長 我們還會加強去宣導 因為我相信其實我們都是使用晚年的大宗啊 我希望啦齁 這個去做到很徹底 大家不要再用白布條的一個晚年 我告訴你我已經都不用了 只要是在第一冰儀館 我現在已經不用白布條的晚年 謝謝議員 第一個可以省掉一點錢 第二個最重要的就是空氣汙染 我想我們每天有多少人在冰儀館裡面 然後我們附近的住家有多少人 每天要受這個空氣汙染 要被汙染 這個在小港地區就我們都已經齁 非常的沒有辦法接受了 然後我們到冰儀館去 同樣的 那你看 你們把那個文化爐已經整 太舊換新都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我們也希望你動作要快一點 去完成這個 結局這個白布條的一個晚年齁 那那個局長你 請你多費一點心 那第二個我們 我們現在齁 每個人走到最後的 一段路程的時候 這我們的禮堂 在最後一次的一個跟家人跟親戚朋友 做最後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 最後的這個禮堂在排的時候 大家都會把這個王者做一部分的一個回憶錄 對不對 那這個一個回憶錄 變成就是說 一定要相關單位 就是 李醫師或者是殯葬的這個公司 帶來 故人利利 對對對 那我們是不是 挖一點小錢 是 把它連結到我們的 呃 這個電子 往連這個 這個電視牆裡頭啊 可以嗎 這個電玩可以做嗎 我想齁這個我們會來演議來做討論 你不方便啦 你每一個禮堂你是租出去的啊 但是跟議員做個報告 就是說齁 可能那個 我們家屬 他帶來那台手提電腦 或是說他的那個器具 他要自己能夠帶 因為他可能 沒辦法 他要插隊他的電腦裡面 他把電視牆裡放那個 那個那個 不是啊 那隨身碟給你們的話 不是最可以無縫的嗎 我跟議員報告 我跟議員報告 齁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齁 我們 電子晚連 應該他並不是有一台電腦主機的 我們不是 旁邊那裡有一個 我們可以切換 但是那並不是有一個電腦主機 你可以改裝啊 沒有 跟議員報告齁 而且齁 為了資安 怕你一炒的 有可能那支隨身碟 他老病毒 可能他會影響到 整整個電腦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開放 提供給民眾 這沒有問題 啊 但是現在他們大部分的民眾齁 局長 這個你們去突破啦齁 你你你講話不是 我們準用家秀啦 我們準用家秀 因為現在家秀有的 他要用那個一百尊 兩百尊的 那個投影電視 投影的那個 那個powerpoint齁 像我們議員這種的投影 大部分都做投影的 因為那種會比較大 啊 我們電子晚連雖然 有夠電視有夠六十尊 但是六十尊到百二尊 那是差一倍以上齁 不是啦 局長你要知道有的人去齁 都是要塗個萬變嘛 還要帶他電腦 還要帶他 電腦那個是 其實是很簡單 現在年輕人有在做這個 他們自己都會弄 這沒問題啦 我看你們去突破 我去完成它啦 怎麼處理 我想那個工程師 他們應該很清楚啦 因為齁 我們一個 我們一個 電腦電子晚連的電腦 我們對好幾間禮堂的 這個相對的電腦系統 是不是有辦法這樣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好啊齁 去研究啦 不要什麼事情都不能 不能啦齁 好不好 我們就是很開放 我們就是很開放 所以我們可以進步說 能夠電子晚連 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來進行鋪設 然後來做這個改進 好 謝謝 剩下的時間 交給我們的梅娟 謝謝 謝謝齁 我想剛剛 綜合我們剛剛幾個議員 所提的 登革樂的問題齁 聽起來 我看幾個區長 講的答案都不太一樣齁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齁 這個毫無章誠 你們是不是應該好好整合一下齁 這個局長 我們每年的經費越變越多 但是跟登革樂的案例 越來越多 並沒有因為經費越多 你們做的事情越多 然後這個案例減低 所以這個你們真的要好好檢討 過去是環保局衛生局 現在民眾也加入了齁 我希望你們真的要落實 而且你們是最貼近民眾的 對 要透過你們 而且你們辦了幾場說明會 其實很多人跟我們反映齁 同樣的面孔都從路在出現 你們真的有落實下去宣導嗎 這個是我們比較質疑的 所以當然我知道里長他們相當辛苦 可是為什麼是你們 不要只是為了開法 而是要真的落實去做宣導 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邊提出的要求 不然你看你們錢越倍越多 那結果你們的 從衛生局到環保局 到你們都加入了 到我們整個區公所 整個旅長都團隊都進去 為什麼我們現在登革樂的數量 還是有政無檢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好好審視的地方 好不好 好 那我想我再進入我個人的議題 我想我要請那個局長 你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我們社區活動中心的無障礙空間 我們現在左營男子有好幾個活動中心 我先舉幾個例子 我們從始跟我們的新上禮活動中心 他們都是二樓三樓建的 結果他們沒有坐電梯也沒有坐無障礙空間 結果很多常常人實際上上去二樓的活動中心 參加聯誼都沒辦法上去 所以這個部份已經很多的落下在跟我們反映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左營區長 我也跟他講他也說要全力配合 當然這個機會還是要來自於我們局裡 所以我今天特別在這邊提出來 請我們每一政局好好去檢討 像我們剛剛是有多少個活動中心 目前沒有無障礙空間的一個設施 比如說他沒有辦法上二樓去的那個電梯 這個部份請你們趕快加餅來處理好不好 好 那是不是再請議員 能夠將相關的資料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也會盡速將這些資料轉給 OK 我會提供給你們幾個地方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主動下去檢視一下好不好 是 因為這個是必須要的一個尊重 民政局配合的比較多是我們禮活動中心 那個社區活動中心 我們也會跟相關的局處來進行改善 OK 好 謝謝 那再過來我就是跟我們烈玉姐講的一樣 這個電視外面我希望你們趕快來推行 當然我現在還要再跟妳講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這個 四賓二樓三樓的一個庭觀室 其實我們這個當然很多的教 什麼教這個我們 我特別要提的是佛教 因為佛教的人數最多 那佛教的一個儀式都比較莊嚴 那有很多的家屬跟我講 過去他們可能可以在寺廟裡面 放在寺廟裡面然後從他們開始往生 就是他們的信徒啦 從他們的家人往生 到他們的助戀到他們的路戀到他們的攻擊 於是過去都可以在廟宇來舉行 可是因為現在你們的殯葬法規定不行嘛 所以就全部都要移到我們士兵來 但如果移到士兵來就有曾經好幾個家屬跟我抱怨 人生最終的一個旅程 一個最好要ending的一個地方 還要再讓你們在那邊悄滑病啦 局長我來講給你聽啦 這個二樓 這個士兵不是一個機關大樓 二樓 二樓是不是有一個往生士嗎 那你們的程序我現在講 大概以佛教來講的話 他們是不是從往生之後 會把大體送到你們的士兵來 士兵來 所以你們他們卻必須登記往生士 要祝念嘛 因為最重要的 那八個小時就是要趕快去祝念 這是一個活教的儀式 然後祝念完之後 是不是就要來到路練室路練 路練完之後 再回到我們機關室去做機關騎鈴嘛 那很多家屬就跟我們講說 人家就已經過往期了 結果他們就必須來到士兵以後 跟你們登記之後 他要到二樓的往生士去做祝念 祝念完了之後 還要到二樓還要拆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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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他一定好不幸往生 我們大家都心裡很難過 結果我一個代替就要在那邊 三來三去 三來三去 才能夠人家安定下來 所以很多的家屬在跟我們建議說 是不是在這個往生 這個往生是二樓 不要再設在二樓了 把它移到我們的路練室在這邊 那個時候有分藍女路練室 後面這一排的機關室 機關室有一號到四號 還有五號到九號 這個地方改成住戀室 就是說如果大體一句話之後 先進來這裡做廉 房間八小時是最重要的 讓他們在那裡 能夠好好一個房間一個房間 一個家屬獨立空間 讓他們在那裡做兩樓 再進來旁邊做路練 路練完成所有的程序之後 再把它推回機關的地方 這樣的整個程序 是不是不用讓一個大體在那 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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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天氣又那麼熱 然後人來來來往往 在那裡一隻大體在那三個 我覺得對旁邊的人也不尊重 對大體更不尊重 對往生的家屬更是情何以堪 這個我是不是希望能夠局長 你們來檢討一下 這個機關室就不要再 讓人家做騎倫的機關 就是直接改成住戀室 往生住戀室 這個部分等一下局長你答覆我一下 還有這個路練室的部分 這個地方 你們有一個牌子寫這邊 那邊幾號走路練室 好像都沒有 沒有載明哪一個路練室是什麼名字 所以每次去都要一間一間去問 我想我們都民意代表 有時候要到路練室去 兩鄉也覺得很奇怪 還要再一間一間問 這部分是不是的事情 士兵這邊要改善一下 那再過來的是說 你看現在我們整個士兵的交通 相當的亂變排的一大堆 那當然那是 馬靠那條路有一邊是私人的一邊是士兵的 但是我要跟你討論的是 永淮永林這邊 就看到里車 里車在這邊 這個就是永林永淮永失這個區塊 宇教姐隔著一個人行道之後 剛剛我給你看的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後面 對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剛好是有私人 就以加州給水池 不要停車場 那停車場就是剛剛我跟妳講的看到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嗎 對 停車場在這裡 結果原來 因為冷車 為了要等這個 宜室完好 要把官房接過來 要送去揮法庭 你看這裡一台 這裡一台 要不要這裡再一台 就把整個停車場都堵住了 當然他們也沒辦法 因為他們沒有專用區 所以他們值得我們都在那邊等 並且有時候輸給在車店 我們還可以找到人 如果輸給沒有車店 有時候我們車子根本都出不來 那所以我在這邊給局長建議 永林永淮永失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出來的地方 這麼一個人行道很寬廣嗎 然後是不是可以 再過來我們的警行廳家 這個廣場實在是太大了 當時黄局長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建議說 這個地方正是因為大廣場 根本在頭 那時候沒有人在這裡走來走去 台東人行道已經很大了 所以你家要如果檢討一下 就是 請你這樣看我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改善一下 切一個地方 讓這個冷車可以放大一邊 不要跑去前面的停車場 這邊跟我們的一般民眾的停車場 擠在這個區塊裡面 這個你懂我意思嗎 我講的是這個廣場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你有看到 我們的機關室1到9號 旁邊有一個叫 生命人道 那有時候都不夠啊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 由於我們每一個市場 到我們的這個會法庭 到那其實距離很近 其實我們期待的其實是 你不要再 不一定要坐這個臨車 其實是一個 從這裡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是不是要 國母在那裡送來送去 這個其實本來就是 有的你就不要把 國母在那裡送去 所以我 這是 禮俗嘛 有人就是希望 他人生最後的一段 他希望他讓他的 家人能夠很尊 很有尊嚴很莊重的這樣子 一個臨車把他送出去嘛 你要不要再叫一個 國母為這個 為這個農民勇士 這樣我才一直 撒撒撒撒撒撒 這樣會不會很奇怪啊 而且我覺得 有一點都不尊重 因為生命難搞 這個人可以接受 有的人不能接受 是不是 啊所以我是跟他說 你記得 有這個 有這個廣場 我感覺這個 這個廣場才是太大了 有 真的出來有 你們嚴應一下好不好 我是希望說 勇林勇士 他現在他們的 看我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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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鄰車提防區 專用在鄰車在這裡 管制給他們這裡處理 這邊就停車給民眾使用 這樣把他去割來 因為我剛剛在解鑫廳 真的有 空了有比較大尾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不是請局長 你們這個地方能夠考量一下 讓往生者能夠在最後的一層 能夠走得相當的有尊嚴 然後家屬在最悲傷的時候 還能夠好好的把家人送上一層 不要又在那邊干擾問題那麼多 然後來來客氣的人在走來走去 我覺得那真的是情何以堪 我不知道你有住過嗎 我們是碰過啦 所以我們能夠體會那種心情 等於希望我們最後的一段路 讓我們的家人能夠走得有尊嚴 然後這個地方放鄰車 好好的把他送出去一層 然後不要再擠在這個停車場裡面 跟大家在這裡在想客 當然你說有生命人到的問題 你說這個生命人到這裡不然 就是你如果說這幾個都摸的時候 因為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你剛才那個車雖然是停在這個水底那邊 停車場 但是其實我們更希望 他說他如果是從生命人到 他是為後面的問題 我們就是不希望 他又把他的冠福 和他的相關的東西 撒到頭前來 因為你是撒到頭前來 哇 大家都看現現啦 其實我覺得那對往生者 不見得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是希望是從後面 目前我們是期待這樣子 為後面當然是最好 但是不是 你這裡有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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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六斤 你如果這間先結束 不是這間先結束 這間後結束 這裡不可以等這條路 很通 不會啦 你不可能每個人時間都喬得多 我好多幾個行程 我不要處理吧 我們來跟業者再做溝通 不是啦 我是覺得你們 我真的沒有方便在這裡說 我真的不可以在這裡說 我沒有方便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可以處理這個動線的問題 我覺得你這個動線真的要好好考量 那你剛剛我講的 我們是你現在來做討論 往生註念這個問題 好 這我們會來檢討 因為像往生註念這個 其實我就覺得議員其實的建議是不錯 我們來討論這一塊 對啦 你把這個地方 趕他錄上去 這邊做往生註念室 然後剛剛那個往生室 就給他改成機關室 所以我來 我知道 我來討論看看 好 謝謝 哈囉 我請教一下我們 鳳山區的區長 剛剛那個局長有說到 比如說高危險區 登隔月高危險區的地方 一個裡會有編 編八千四的一個 登隔月的一個房子費用 那又加上剛剛局長有提到 每一個裡其實 我們今年以前是二十萬 那今年可能一個裡有十萬塊 可以去做環境清潔 或者是登隔月的預防的相關工作 我想請教一下區長 區長 那個我們今年度一百零五年度喔 鳳山區針對這樣的一個費用 編列多少預算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我們以每個裡 八千四百塊 六十三萬八千四百塊 六十三萬八千多塊 對 來 那還有一筆 每一個里長 每一個里其實都有十萬塊的預算 可以去做里內的一些 登隔月房子 或者是環境衛生 我們今年度編列了多少 編列的有 七十六個里 用七百六十萬 錯了 我在鳳山區公所的各項明細 我們的費用明細裡面 都沒有看到這一筆費用 沒有看到七百六十萬這一筆費用 只有看到一個 區裡公共建設及環境改善的六百萬 過八萬塊喔 那請問一下這筆費用是用在哪裡 那個 這個十萬塊我們分為兩個部分 這六百萬的費用是用在哪裡 就 有一個金長門 還有一個資本 這一筆費用是不是就是 所會給個里的一個十萬塊的對不對 對 好 我們有七十六個里 為什麼只偏了六百萬 是 局長 去 去求我們鳳山 還是你變了沒有數 是變了不對 因為我們有分 分資本門和金長門 哪一個都按在裡面 每一個區裡面 剛才我們鳳山差這麼多 那沒什麼資本門 這兩萬塊 都分在一樣 都分在這條 叫做 區裡公共建設及環境改善 來區長你怎麼知道 這條的錢 為什麼比較分六百而已 這樣短缺一百六十萬 那就是兩萬塊齁 兩萬塊分在那個資本門裡面做 你們錢這樣算來算去 算來算去 別說你自己現在印出來 不過那些綠章都不知道 你們錢到哪裡 好像去去年就好 去年就好 錢都不知道用哪裡 來 我們回家 會計主任在哪裡 你回答一下 鳳山 為什麼編了一個 六百的 少了一百六十萬 會計主任時間暫停 會計主任時間暫停 會計主任你也不幫我暫停 會計主任你也不幫我暫停 最好的 一來 所以,你問難 discussed 這個部分 更遠到報告 這個部分 因為當初在編的時候 有一部份是編在資本門 所以 為什麼別區沒有 就只有 189 Adam 如果說有需要編資本我們就有給他們資本人的額度這樣 抱歉 我已經宣佈因為2點30分要交給設政不予加分 已經宣佈了對不起 我也要宣佈了 我們就說 有一個資本的經常門的甚至副業中的經常門的 可能現在把多的是很希望造成的原狀的 斷七八糟 哪有這個連狀無論如何 專門的連狀很重要的 局長 這條件是我們本來的復帝 拜託求求 人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是指定說 這個人家要做什麼 我們起來 四兩好 工作好 沒有一個人家要做什麼 不要被人家做服務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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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工作不來就即將百萬 在這裡 局長答案 簡單答案 我跟議員報告沒有欠 他的資本門是160萬 金長門的時候是600萬 因為這個部份 他的錢的使用 我們盡量讓這筆錢是擴大的 所以包括他 說他要把這筆錢做的 一些修繕 購置 六名巷島 廣播 我們盡量都給我們的里長方便 所以他才有600萬到160萬的部份 事實上我們沒有減到的銀行 我們今天如果減到一個人 減到一個人 我跟你說大家立場也找我算是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有少到這個部分 跟議員做報告 以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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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就有了 去年就編了 然後這不足的部分 我們在補辦的 這個項目是 今年新增加的 它是 主席 主席 去年就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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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不足的部分 我們在補辦的 去年就編了 主席 那補辦的 因為去年有辦那個 就是6萬6的那部分 對 對 黃議員 抱歉啦 因為空在30分 好吧 你用宿命的答覆 因為有時間的緊迫 好吧 請抱歉 好 謝謝 那說不清楚的 我們用書面答覆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姓宇 執行15分鐘 謝謝主席林伍中議員 還有我們的市府的局處長 一起親民朋友 大家平安 我先呢 就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的趨勢 以及我在2015年4月2號民政部門的質詢的時候呢 我提出的要求 我再跟大家重複一次 人口社會遷移就是落後的指標 反映了當地就業以及社會活動的狀況 當人民選擇又繳投票 就表示高雄的產業結構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4月2號 也就是去年的4月2號我強烈的建議 未來往後相關的任何的產業以及研究 不僅要有總總體的數字 也就是大數據以外 我們還要越細致越好 並且要有不同的產業別 再來在不同的區域的分析 跟這個產業的相關對照之下 才能夠對陣下要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並且向中央爭取更合理的這個發展計畫 當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所以我們才要求研考會 要盡速的去做出大專院校的 畢業生就業的一個趨勢研究 好一年過去了我們來檢視一下 我們謝謝研考會接受我們的建議 去做的這一份的研究 我們把一些研究做一些數字的呈現 我們還是覺得非常的擔心 我們來搶救一下 搶救留在高雄的這些年輕人 我們也搶救 我們也希望全台灣的年輕人 畢業生願意留在高雄 我們看一下總體的畢業生 留在高雄的比例只有62.9 也就是不到63% 我們就用63%來講好了 對 然後回到台北去就業的 去求職的有11% 這是在高雄的總體的畢業生的比例 我們看一下在台南接近一成 那要去台北的接近一成多 那願意留在高雄的就知道六成 那有高雄戶籍的畢業生 我們看到願意94%願意留在高雄 那不是高雄的這個戶籍的畢業生 他的選擇還是留在台北 還是去台北高達兩成五 那留在高雄的還不錯 還有到兩成一 但是往台南我們也看一下 他們其實台南的這個經濟的這個磁吸 好像也不小 所以呢我們再來做 這是你們跟我們的分析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幾樣 願意去求職的一些職務的類別 第一名的還是行政後援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的求職性 在民意代表的服務處是挺多的 我們看到的確實也跟現況是沒有什麼差距的 行政後勤的這些工作 還有餐飲類的工作也是高雄很大宗的一個服務取向 來第二個還是一樣 這是最近的一些相關的 這都是你們給的數字 好 那你們也看到 高雄市在專業 這是你們的全國跟高雄市的一個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平均起薪的一個調查資料 在專業跟科學和技術服務業高雄有略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有略高 但是呢其他的部門呢 其他的部分都低到 從2000到5000不等 也就是高雄的平均值是少2000到5000的 所以高雄的起薪確實是比其他的 城市 以全國來比來講 確實是少的 好 那我們用第一份的正職工作的平均月薪 也就是大專森第一類新鮮人第一份陶樓 他們期待的這個 目前的給薪是24900多 將近是25000 但是新鮮人呢都比較期待是接近3萬塊 也就是29631元 那這個期望值呢 就是新鮮人真正的期望值 和實際領導的平均月薪呢 差不多少了4370元 那高雄呢 又比實際的 4000 這個少的4000多塊 又少了2000到5000多塊 這高雄的這個新鮮人 願意留下來的這個薪水 的這個待遇 就比其他的城市來的少 也比全國的平均值來的低 那所以高雄怎麼留得住呢 這是你們有真的 有認真的去做的一個研究報告 很好 我們再看一下 你們的研究報告當中 你們盤點了幾個 市政的方向 可能字很小 我就一個一個念 第一個高雄主力產業的轉型再造 第二個勞工權益的落實改善 以及就業環境 包括東森新聞剛剛爆出來的 台勤的工讀生 他的這個工時數 是不足的 那這個部分 欸你們有沒有去督責 勞工局又去落實這個條件 這是你們盤點出來的 十一項未來的施政建議 第三點 建置產官學整體性平台 第四點 禁用新鮮人公司政府補貼企業薪資費用 或檢底公司營業事業所得稅 第五點 宣導高雄低房價所得比 第六點 鼓勵在地的企業申請 產業儲蓄儲備 儲備的替代役 第七點 協助企業建置產業職能地圖 局長你趕快看這幾點 我念這個時間是要讓你看資料的 第八點 協助企業界與學界進行實習的媒合 這個部分呢 你們沒有提出任何的建議 也沒有說出任何的內容 所以待會呢 請局長你也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為何這個內容是零 第九個 配合政策發展方向協助學界建立 實驗發展概念 第十點 建構產業合作及再學習體系 你們把中正高雄 中正高工吧 這寫錯了 以及高雄高工的中鋼產業合作專班 列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你們列的 最後一點 協助求職者 求職者端加強自身就業的競爭力 這一點也沒有寫到內容 所以光協助產業的學習合作 也就是學界跟企業界的合作 以及這個 協助求職端加強自身的這個訓練競爭力 這邊也都沒有內容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 那你們預備怎麼做 好 待會主委你給我回答一下 這十一點這就是你也出來的 你們既然做了研究了 研考或是要督責所有高雄市政府的局處 一起推動向上的市政 而不是只是一個會做報告的單位 所以我想要具體的請教主委 你現在有這十一點市政建議 你未來要怎麼去督責 你未來要怎麼做 來你跟我講一下謝謝你 請到 我只給你一分鐘你先回答一下 謝謝議員 其實今年市長在市政報告提出一個 翻轉高雄計劃 那個計劃裡面提到的 其實是 剛才講這麼多裡面 最重要就是第一個 怎麼樣產業的升級可以轉型 我們也許有服務業 但是問題是服務業是服務製造業的 我們的製造業的 創造的附加價值太低 使得我們沒辦法創造高薪的工作 所以這一點呢 其實是我們現在最努力的 那我們去年這半年裡面 在市政會裡面邀請了 譬如說劉孟齊教授 林中鴻教授 也是一直在討論說 如何 來讓高雄的產業 能夠把這個 我們的畢業生能夠留住 那如果 那個議員 記得我們那個高雄翻轉計畫 我也可以找時間來跟你談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空間的轉型 讓我們的 形成一個新的 這個 你先告訴我 有沒有實質未來產出的數字 以及我們所能夠呈現的經濟力 包括你能夠呈現多少的就業機會 然後你未來會有多少的產值 創造多少的GDP 這才是很實際的啊 我們 我們參觀過很多 跟很多其他的縣市討論 他們都講說很多新產業 其實高雄有兩個最寶貴的產業 就是一個石化產業 跟鋼鐵產業 這兩個產業都是上造的產業 我們現在希望的就是 一步一步讓這個產業升級 而且讓這個產業變成一個沒有污染的產業 那這樣才是能夠創造 遠遠其他 城市所比不上的 那你預備怎麼創造這兩個 本來就有污染 而且一定會有污染 但是會變成沒有污染的產業 你根本就是自己打嘴巴 石化產業跟剛剛講的這個鋼製業 通通一定會有污染 沒有人叫沒有污染的 那你告訴我 我也很期待 因為剛好在我的選區啊 因為當然那個翻轉計畫報告的時候 只有差不多幾分鐘 後來有一兩位議員找我一下辦公室跟他報告 其實我們高雄就是因為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人口跟生產一直糾纏在一起 所以就是說你必須要輸出的東西要送到人污工業區 要又送回來 所有地下管線都經過市區 這樣的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呢 目前 你告訴我局長 主委你只要告訴我 你未來有多少的就業機會 我要聽數字啦 好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你闡述啦 你跟我講數字啦 所以我們現在 在空間轉型之後 在南部現在在填海造陸 這個地區會變成將來高雄最主力的生產基地 我們高雄的兩個產業 兩個產業 就是鋼鐵跟剛剛議員講到說 那怎麼可能不污染 現在我們就是要讓他做到不污染 這就是國際上的一個取勢 變成一個綠色的循環的圓區 主委主委 你給我就業的數字 你給我經濟的數字 你其他都不要再跟我講了 我是支持石化專區 石化產業的 不用再跟我講了 你不需要說服我 你不需要說服我 對 但是我並不贊成石化 單單用舊的石化 這個產業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 主委你是在挑我的餘病嗎 不是不是 叫你趕快跟我講的是數字啊 如果你說你講不出來 那你就不要再講了 請你坐下 我給你那麼多次機會 你還是在跟我這邊講入文 那那個 議員如果有機會我可以跟你解釋 可以沒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要求你 我相信 這個也不是你單方面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才這樣子拋出這個問題告訴你 絕對不會是你嚴格會 你一個人推得動的 除非市長完全的授權你 去逼所有的局處動起來 但我覺得很難 所以我只要求你 可以向上承報 成立一個跨局處來搶救 青年的這個就業小組 或者是青年的就業權益小組 不管 就是搶救青年的小組啦 然後你連排會 你就來負責做幕僚的主責單位 來追蹤這樣子的一個執行進度 我要求你向上去承報這件事情 第二個部分 I Taiwan 現在目前有713個據點 有一個這個點 但是你看到了這個來 我們把那個數字調出來 局長那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有什麼觀感 你有什麼觀感 你看到那個點為了分佈的時候 你有什麼觀感 因為同一個點也有可能 有好幾個重複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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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在你們熱點佈在那個同一個區域裡面 既然有713個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你為什麼不廣為散佈 廣為分佈 你看光光在所謂的幾乎都在台鐵 在台鐵的附近居多 我們看到國軍的部分也佔了二十幾個點 沒有錯他是奮佈在公 這個公立醫院啊 或者是什麼文教場所啊 但是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高潔來啊 你也給它放到我們的高潔來啊 或者是我們高潔的時候 還有許多的公共景點啊 都可以都可以拉過去啊 不過一個點射了那麼多的一個熱點 局長你不會看了你有點覺得驚訝嗎 還是你根本可能也不知道這些熱點散佈的地點 我要求這樣子的建議你們去做一些的調整 好不好 高雄市的這個所屬的機關 是不是應該要全數的來佈建 因為那才是市民去活動 然後去洽工的地方啊 所以你們再去統計一下實際應該要去佈的點 把它真的分配到 不要都是只有在一些中央單位 第三個部分 你們總共這個參與 參與市預算總共有多少錢 今年的預算有多少錢 好只要跟我講數字謝謝你 六百萬 六百五十萬吧 好請坐下 六百萬 好六百萬 那你們現在你們在這個報告當中 有推動了一個部分是集中在哈馬 哈馬興地區 那因為有中山大學的一些師資 那個萬一澤教授以及社會學系來協助你們可以來推動 但是我現在具體的要求你們 把前陣小港要列入 包括這個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社區的這個賠力計畫 這些東西也要列下去 不要說只有 因為中山大學就究竟在哈馬興這邊 你們也可以邀請這些學者專家 來做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健康風險評估的相關的計畫 好不好 主委 你們六百六百五十萬 包括六百萬 包括李柯勇現在做的這些 非這個正式以及未協調過的這個民調的錢 是不是也是你們出的 花了多少錢 那個是文化局的 那個錢是文化局出的 文化局說你們出的喔 主委 這兩包喔 那是文化局的 喔唷 我現在還沒看到你們一本 文化局說這個錢是你們出的喔 我們沒有錢啊 說是你們這筆錢出的喔 喔好 喔太好了 那多喝了包 坐下 我本來我想說要質詢你們 怎麼為了這樣那個局長 我問你 有沒有一些民調啊 有些特殊的民調進來 所以我打電話去某一個 某一個 甲虎裡面 我說我只要訪問 男生 我不訪問 訪問女生 這個受訪人 是六十歲 他也不受訪 他也不接受訪問 而他不接受訪問 和證書 其實她也不接受是 您江振委 報告 有一些ซrow 他也不接受 一個 控制備 他不接受 有一些 只是革命 cin 那没问题 谢谢陈姓宇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最后一位陈梅亚议员 15分钟 感谢主席 那本席在这边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研考会主委 你针对于这次我们的研考会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 你特别提出了我们2017年生态交通盛典 在哈妈星举办 那么主委请你告诉一下我们的哈妈星的市民 你们打算怎么样来办这样的活动 来简单说明一下 还有这个经费是从哪边来的 你也是讲整个生态交通盛典是吧 2017年生态交通盛典 目前你们要在哪里办 整个生态交通盛典事实上并不是这个研考会办的 我们研考会是 我现在只针对你们这次办这个东西好像跨局处 但本席这次是要先针对你们提出来的报告 研考会在上面有写了一个叫做参与式的预算 那个是一个跨局处的 那研考会 针对研考会的业务来做一下说明 研考会负责里面 比如说他必须要有些接驳车的配套措施 我们让公民来提案 那个是参与式预算的部分 你所谓的参与式预算说明一下什么叫参与式的预算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接驳的公车 电车好了 那这个电车呢 那个设的那个站的点在哪里 让人民来决定 让居民来决定 那居民可以来提案 他们是为什么要设这个接驳站 因为整个的规划里面是将来希望尽量不要使用那个汽车 燃烧汽油的汽车 所以可能要改用电 就是那段时间你们改用电车 那电车的希望让市民能够更方便使用 那他们觉得怎么样最方便 这个就是配套措施 研考会为什么要决定在哈马新办这个不让汽车进入社区的活动 那个 针对重点来回答 这个部分 如果你们是政府 如果市长觉得这个政策是需要来推行的 你们就把讲清楚 你为什么要挑高雄市的哈马新来办 不让汽车不让汽车进入哈马新的社区 为什么为什么挑上哈马新你说明一下 整个不只是高 哈马新整个高雄现在空气污染都很严重 我相信议员也会支持 我们让空气污染能够降低 哪一个议员支持来说明一下 哪一个议员支持哈马新的案子你说明 今天执行有很 刚刚我不是讲哈马新这个案子 而是说降低空气污染的事实 主委你针对问题回答 哈马新居民现在要知道的是说 你们口口声声说哈马新的生态计划 是为了哈马新好 那你为什么不让哈马新的居民 可以把汽车开回他们家 为什么不让哈马新的居民 可以把车子骑回他们家停放 为什么不行 你为什么剥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权利 为什么你要说清楚啊 然后你刚刚讲说有议员支持哪一个议员 如果 这个是市政府的决定吧 那个 今天有几个议员 譬如说今天早上简翻中议员 他说也支持 但是他认为说整个跟人们的沟通要更细致 那我也是这样赞成的啊 我当然赞成 你不要栽账人家别的议员啊 别的议员有支持这个 哈马新办这个活动 支持生态交通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你们这个概念就是不让汽机车进入社区吗 不是不是 我们这个概念 你们现在汽机车是可以进入社区 这个部分先理清楚 我们希望 譬如说那其实不是整个哈马新 哈马新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区域 在那里设很多个停车场 让大家可以在那里停车 然后在中间的小块区域能够利用电车 或者其他的飞汽油的 所以主委 到底哈马新的居民 他们自己的汽机车 可不可以回到他们的家 哈马新我们这些组合 到底他们自己的汽车 汽车 他可以开到他们家吗 这点你都不能说清楚吗 他们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是希望尽量少用 这个来烧区域 现在汽车会的建策是说可以 我们这个都可以录影作证哦 现在就是八岁要了解 就是说 请问一下 高昏汽车户啊 你现在都要办这个参与式的预算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要由居民 你主动来提案 主动来申请说你们希望怎么做 政策是由下往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那一会 市政府你们现在就决定 你们现在就对我说 未来 哈马新家 因为要做一个 2017年的示范区 所以未来 我们住在高昏汽 住在哈马新的人 他们自己的车 没办法开出去 他们的住民 不像之前主委说的 他们的车会停在里面 停在外面的停车中 你说他们的车不能开出去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双方都双涌的 能够让哈马新更干净 空气更干净 那我们也知道 空气污染的一个很大的来源 是燃烧汽油的车子 所以他们的车可以开出去吗 我们希望有一个示范的一个区域 那你是怎么决定 主委 两个问题 你说不清楚 一直跳尖 跳尖 两个问题 说不清楚 第一个是哈马新人 他们的车都可以开出去 住人吗 起车 起车 可以开出去吗 这个部分 要是买 哈马新的人 一定会有一个方便的方法 到他家里 方便的方法 你真的没有公主 想要问这个论益 要让空气更干净 那这就是我们希望 市政府能够跟 区民沟通的 你记得注意真的有够失职 市政府现在的政策 如果是好的 你就勇敢的讲出来 是好的 是好的 这是市政的决定吗 这个是我们市政府 经过很多讨论以后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那讨论以后 我们想着用哈马新做一个示范区 哈马新的一小块做一个示范区 那但是我们会有很多配套 所以刚刚如果只是一讲说 您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那其实你可以这样或者那样 有很多配套 你的配套是什么呢 你的配套就是主委 我现在在跟你问哈马新人 他们自己的车都可以开下去 他的家里吗 是怎么哈马新人 对他们来说 回家变成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他不能开车下去 为什么 你跟我说到底他们可以开车下去吗 哈马新人 哈马新的居民 自己的车都可以开车下去吗 如果我公文了解之后 就会知道说 他们的環境会变得更好 而且并不能开车下去 可以开车下去吗 主委 我在这里也是跟我们高雄市民说 我们高雄市 如果是说希望 空气汙才不可以减车 高雄市有一些对 我们全体市民有帮助的政策 我相信 我们高雄市民都非常愿意来配合 问题是 现在市政府的做法实在有够坏 就像主委说的 这个政策是怎么判断的 这个政策说2017年 这个什么生态 这个外动 他跟我们说 是市政府自己开火 再跨局处 来决定的 你在什么当初的决定做的时候 你有 听议员的建议? 没嘛 你有听八成的心声? 没嘛 你竟然在研考会里面 有算叫做参与式的预算 参与式的预算 您又说是怎样呢 您说参与式预算是 资讯公开透明 这边您宣定 要做这个四番区 你的资讯有公开透明吗? 没有 你说 这个参与式预算是政府 不定的 您说这叫做 鼓励市民由下而上 汇集意见 讨论政策的细节 您又是由下而上 讨论政策的细节 您肯定说 我们很少人 他们的车不动 开到去他们的寺人 这个政策 市政府您自己决定的 又跨局处 很多教授都有参与的 市政府自己一手遮天 完全没有来议会报告 您就自己决定了 完全没有让大家知道 这叫做由下而上的一个政策吗? 很多人要和您这样交谈吗? 之前刚才主委又说 说什么呢? 因为空气污染什么火 我在这里要把我们的高雄市民报告 如果是说政府 有些政策 可以减着我们高雄市的污染 只要是合理的 只要说这个讯息是在公开的 这个政策是合理合法的 我相信 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接受 现在 我们很少人的分析是说 为什么? 你为什么选我们的污染生? 这个很确实 你的决定的过程 你敢有跟我们的污染生人说? 没有! 而且 你说 污染生人 为了我们2027年 要扮一个什么世界的 一个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我感觉说 一个好的活动 大家愿意支持 但是你不能说 为了要扮一个世界上的活动 你扮成我们污染生人 他基本的人权 污染生人 他们自己的车 竟然不能开着家人 注意 到底污染生人的车 不能开着家人 这个部分 本性的担对这个部分 你剥夺了 哈妈新人 他们基本的人权 他们的通行权 这整个的配套 你们在一开始根本都没有出来 跟议员报告 并且 你们现在 到底这个策略 可不可以去做调整跟修正 来说明一下 跟议员报告 呼吸新鲜的空气 也是一个基本人权 那因为各个不同的基本人权 要做一个 主委 我现在问你 他们的车可以开下去吗 如果照你这个逻辑 我们高峰市 各位市民 如果照注意这个逻辑 他说吼 空气有点是因为这个 汽车 汽车 所以他说 哈妈新人 不可以 为了哈妈新的空气 汽车 汽车 不能开出去 在市政后 现在正在做这个决定 而且他们说 这个政策 如果做得好 他们就要永续地做下去 这样高峰市民 未来 高峰市政府是不是 会说吼 为了我们高峰市的空气 他不是去主帝 那些有污染的汽车 他知道吗 他不是哦 他是惩罚我们的汽车 哦 不可用市空气 不要是你这些汽车 为什么要开车 他就骑车 主委是这个意思吗 议员这样可能 曲解我们的政策 那他们可不可以 那他们可不可以 把车子开回去 可不可以 我们有很多配套 可不可以 譬如说车子 那所以你先回答本市 可以还是不可以 很近的地点 车子可不可以开回去 而且有特殊需求的 我们都会 那你这个案子 有没有跟市长报告了 这个我们整个市府 都讨论过了 有没有跟市长报告 是你自己决定 还是市府 你有跟市长报告 当然不是我决定的 那谁决定的 跟市长报告 呃跟议员报告 主委 我这个案子 主委 如果你坚持这样 我都要说你要上海 针对民间的问题 你为什么一直在闪躲 如果你认为是好的 要把它说清楚啊 我问你 报告的车可以开回去吗 你现在 你这个建策有公开透明吗 我们现在一场一场的 说明会跟民众沟通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你要办几场的说明会 我们现在因为办了 现在办了三场还是四场 因为民众有一些不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停下来 收集 最近这几场 人民的建议 我们准备 做一个 各种不同的回应 然后能够满足 人民的 民众的需求 主委 那我相信有这样配套以后 一般的 居民都会接受的 因为 最后的结果 会是大家都很好的 主委 我们毫升的居民 喔 非常的善良 那是好的政策 大家都是可以沟通 问题是 我们现在市政府 你若是说真的 你会说 要跟人 奥公喔 为了在空气的 有这种问题 所以哈马星人 不能把车开下去 让哈马星人 他到去的家里 让哈马星人回家 变成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主委 本席认为你失职 你这个事情你刚刚也讲 你有跟市长报告吗 那本席这边就要求你们说 在前面的 三场 很多居民表示反对的意见 请你务必要把 他们自己的车子 不能够停回自己的家里面 这个部分 请你要去做修正解决 如果 居民 这第一个部分 居民如果有这样的 他们已经表达强烈的心声了 罗主委 跟市长 请你们要听到 市民的心声 请听到我们哈马星人的心声 请你一定要尊重哈马星人 不要剥夺掉哈马星人 他们基本的管理 你现在说他们不可以把他们的车开下去 本社比较强烈的反对这个政策 我们不反对所谓的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我们不反对这个政策 我们反对的是说 你们不应该让哈马星人 没法回到家 反对的是这个部分 请你们要去做修正 调整 保障我们哈马星人居住的权益 如果议员了解我们的配套 议员应该不会反对 这个政策交通盛典 主委 我今天他讲那么久 你一直讲什么重点 第一办活动是好 但是不要影响 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跟习惯 这样就好了 其实自己的车 办活动不能回去 这个要检讨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谢谢 上来